伙伴们大家好 现在我是在新山的五福城 相信有很多朋友来过这 但是如果你没有车来这是真难 我今天为什么要来这呢 因为我是一个吃货 对不对 榴莲是我的最爱 但是大家都知道 新加坡近期的榴莲也很便宜 我做了几期节目 但是今天我就要给大家发掘 发觉马来西亚新山这面 哪里榴莲便宜 之前给大家推荐过阿东榴莲 但实话是说阿东榴莲的品质很好 但是贵 今天来五福城这里 找到了一家卖榴莲的 它那价格真的非常美丽 绝对便宜 而且应该还不错 而且应该不错 是因为我听说的 走带你去看一看 咱们现在到达关口 然后下来以后 我们就有一个公交车站 非常的方便 现在没有车直接去促成的 但是我们可以折中啊 到一个地方下车以后走一公里过去 今天啊咱们就走一下 或者到时候叫crap也可以 一会感受一下啊 坐车到这个paradimo啊 下来以后需要打一个车 因为没有公交车直接到那个地方 就很方便啊 除非你要走1.4公里 但是天气很热就算了吧 我们坐这里已经叫了车了 等车来我们直接就到 到五福城了 榴莲滩啊 就在这个五福城商场的正对面 只要你到这儿就能闻到这个榴莲的香气 我们过去看一看啊 哇 朋友们看到了吧 现在是下午的4点来钟了 这么多人在吃 生意好得不得了啊 都是慕名而来 咱们去挑几个看看 什么好料没有 猫山王10块钱马币1例 这边的是第24 红虾20 3个100老树的红虾 还有那个老树的黑金 48亿公斤 他说这个不是猫山王 这个是猫山王 但是那个太小了啊 三里 他帮我开啊 看一下 这个肉还不错 可以可以 这个种子也很小啊 不过它果实也很小 这粒不错 已经吃完了一粒了 这粒不错啊 虽然小 肉还不错 挺多 刚才那粒肉稍微少一点 这个品种也不错啊 哇 奶香奶香的 还说什么品种我没听懂 不是猫山王 但种子很小 不错 有没有大师知道这是什么品种 它的种子也很小 这么小 吃完了三个那个小的 不是猫山王的 然后咱们再来开这个 他说这是餐的 有猫山王 三粒一百送一粒 只有四粒一百 然后还可以帮你打包 我先吃一粒 打包三粒回去 那边可以免费给你打包 今天吃这个榴莲 ok 过瘾了 看着就好啊 哎呀 这个一周来一次吃的饱饱的 一百马币 价格还真的是 ok 可以啊 三个了 再来一个 这个种子也很小 猫山王 餐餐版本 不纯的猫山王啊 它也是猫山王 哇 这边才看到他们家的货真多 看到了 全都是榴莲 一直到那边 哇塞 而且吃完了 都塞了一整整垃圾桶 太猛了 刚才我们吃了一粒以后啊 剩下三粒 我们打包 吃不了了 今天吃它就吃饱了 这边可以帮你打包装盒 然后包装好 可以带走 给咱们装盒子了啊 还跟我说 大概是一个盒子就可以了 一个盒子还好拿呢 是吧 但我看这么大三个榴莲 咱们怎么要两个盒子 让开一下试试吧 小哥的刀法都是练得非常精湛的啊 哎 这个肉还不错 刚才我吃的那一颗呢 有点熟的 有点透了 有点过了 所以你稍微有点软 哎 这几颗都行 这几颗带回去 还有一个 他们还有一个塑工机 把你做工好 这样味道就不会扩散 非常不错 哎朋友们 你看我又坐上了公交车了 怎么回事呢 哎 我也是很意外啊 在我买完榴莲的时候啊 正好看到在五福城门口有一辆巴士 就是我现在坐的这辆巴士 然后上面写的CIQ 我上车呢 还问这个司机 我说到CIQ吗 他说到CIQ 然后我就坐上来了 结果呢 他把我拉到了TOS这边的CIQ 啊 就是另外一个 不是雾栏的那个 哎 没办法 那今天呢 就稍微绕远一点 而且呢 之前啊 我也没有来过TOS这边的关口 正好今天啊 咱们坐车也欣赏欣赏这边的风景 这边新马两岸这个桥啊 比乌兰的那边又高又大 可谓是高大上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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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